棒球场 小波是个热爱棒球的男孩 常常跟着爸爸一起看电视转播的棒球比赛 这一天爸爸妈妈决定带小波到棒球场现场 感受比赛的刺激 小波兴奋极了 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 哇 好大的棒球场哦 原来棒球场这么大 对呀 小波你看 每个垒上都有个白白的帆布包 那就是垒包啊 原来每个垒包距离这么远啊 平常都只是在电视上看到 还以为很近呢 是啊 所以每个棒球员 为了能够踩垒成功 平时就要练习跑步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用最快的速度跑上垒包 才有机会得分哦 那棒球员一定要跑得很快咯 我一定要常常练习跑步 才可以和他们跑得一样快 以后才能成为一位厉害的棒球员 那小波要加油咯 哦 对了 小波知道棒球要怎么样才能得到一分吗 我知道 打击手要在球传到垒包前 顺利到达垒包上 并且要依序从一垒跑到二垒 再跑到三垒 最后回到本垒就可以得分了 没错 垒包和垒包之间 都有一条用油漆或粉笔画的白线 这些线就叫做垒线 棒球员就是要沿着垒线跑回本垒 而垒线围城的区域就叫做内野 以外就叫做外野 外野比内野大好多哦 其实啊 不同的棒球比赛 场地的大小也有些不同哦 例如 少棒场地中 垒和垒之间的距离 大约是18公尺或21公尺 而直棒标准场地中 垒和垒之间的距离 大约是28公尺长 哇 那如果我在标准场地上 从本垒出发 经过一垒 二垒 三垒 再回到本垒 大约跑了多少公尺 中文字换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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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